创世纪十二章十节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盛大 亚伯兰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暂居 亚伯兰按照耶和华的吩咐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前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区 耶和华应许亚伯兰成为大国 赐福给亚伯兰 神必叫他的名为大 亚伯兰的确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行了 并且也在迦南地住下 但是面对亚伯兰的 却是饥荒 盛大的饥荒 亚伯兰一家不得不下埃及占居 亚伯兰的经历提醒我们跟随主的道路 不一定一凡风顺 即使我们一时半会儿不能明白 也要坚定地去执行 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打倒 因为主所应许给我们的 一定不会落空